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12月8日 兩天之後就是區議會選舉了 這個區議會選舉可以這麼說 顛覆了香港97年前後接近40年的選舉 政府整個中層、高層、司長、局長 去到一些部門的頭頭 幾乎都一呼 然後商家 地產商、影星、歌星、運動員 甚至佛教、領袖等等 很多人白應 打開電視機 不斷有人叫你去投票 很多都有個名字 有個介紹 但是公眾就不太認識 誰打誰 但是都叫你去投票 去到明天 星期六 候選人固然最後衝刺了 政府更加糞便 搞了一個選舉版的超級星期六 選舉加上什麼繽紛 整天繽紛 部門就去到選舉日 連過去每個部門自己的吉祥物 什麼大猜鬼 任何人都被動員出來 然後去到票站 投完票又說有心意卡 然後在選舉投票站 又有打卡位 以為是旅遊點 官員說要搞快樂投票 整個選舉 看起來好像一個大集會 就是特首李交昭上了台之後 那些開心香港 夜繽紛 甚至如果那個垃圾蟲都出了的話 清潔香港等等 很多的運動的元素 炒了一大糟糕 不知如何 改制之後的區議會選舉 仍然叫做選舉 但是事實就是18區 總共大概450個議席裏面 只是88個拿出來 星期日選的 其餘的政府就直接委任 又或者由它委任的一些 委員會的人就由它選出來 傳媒還做過調查 很多這一次選舉的候選人 和負責提名那些地區三會 有密切的關係 所以說18區的區議會 無論政府說到他們說多重要 對改善提高地區工作 多重要 多關鍵都好 但事實就說明了一切 就是說選民選出來的 只是五分之一不夠 如果說他們真的這麼重要的話 一個很簡單的問題就是 為什麼其餘的五分之四 又不是讓選民全部選出來呢 就算政府官員再不斷不斷 呼籲市民出來投票 都不能夠改變整個制度的 一些基本事實 就是說民選區議員在區議會裡面的代表性 是比過去大大削弱的 市民手中那一票的重要性 那個影響實質的作用 其實跟過去也有很大的分別 加上最終就是泛民就沒有人入圍 特別是過去選舉 其實過去選舉 接近一半 甚至多過一半的選民 都是支持一些泛民的客人 他們就更加會覺得選舉是沒有實質意義 變成他們對政府這些海嘯式的宣傳 要營造一些熱鬧的氣氛 那個反應也都可以預期得到 官員可能以為炒熱了整個熱鬧氣氛 香港人喜歡湊熱鬧 湊熱鬧就人人講選舉 以為人人講選舉的話 人人都去投票 會不會太低估了香港人呢 也都高估了政府那些中層高層官員 甚至一些公眾人物的影響力呢 很多其實公眾都不是特別認識的 不要說一些部門首長 甚至一些局長 一些知名度實際上也都不是特別高 他們以為自己不斷出來 走去街市那裡叫人投票 派張子那些人就會去投票 會不會高估了自己呢 最諷刺的就是18區的民政專員 拍攝了拍攝了拍攝 就呼籲那些市民去出來投票 可能很多人看過這些片之後 才發現原來他那區的民政專員 他完全認識或者沒有什麼印象 也都未必特別覺他出來做事 或者甚至可能上海任務多久的 這些民政專員出來幫忙 就是呼籲那些市民投票 究竟是幫忙還是賭米 自暴其弱呢 其實 兩天之後的區議會選舉 市民當然會記得四年之前 2019年都有個區議會選舉 這次相隔了四年 香港就好像變成了另一個香港 四年前很多人還會記得 接近三百萬人出來投票 很多人就算經過了四年 我相信印象也都很難忘記 當日的選舉 排了長龍都要去投票 去到十點半 還有人來投票 還要延長投票的時間 這個是真正的快樂投票 因為其實就是很簡單的 市民就是希望透過那一票 去表達他們一些的看法 一個自由的意志 一個真正的選擇 選舉其實就是這麼簡單的了 就是一個表態而已 無論投票不投票投誰 每一個選舉都會看到每一個選民 就是他們在想些什麼 變得越多搞各種各樣的花樣的話 會令人更加看清楚 整個選舉究竟是什麼的一回事 最後每個人其實都會忠於自己 做自己認為最真誠的一個選擇 這個周末就會相當熱鬧 無論大家做什麼都好 都希望大家周末愉快 拜拜